找找看這裡有幾隻竹節蟲呢 可以摸 可以近距離觀察 小朋友和家長們化身成觀察家 感受大自然的奧妙 目前裡面有七隻竹節蟲 你可以找找看在哪裡 然後呢 他吃的食物是芭樂葉 想要在家種菜嗎 這裡也可以喔 當小農夫親手體驗帶回家 這活動還不錯啊 自己種植物啊 回家可以看啊 如何長大啊 還有還有水餃這麼完成啊 市長爸爸跟小朋友們一起包水餃 現場笑聲不斷 水餃好不好吃 跟小朋友露出的笑容就知道 DIY的課程讓孩子從這個動手當中 學到食物從哪裡來 然後如何吃到更營養更健康的食物 還有許多攤位呢 老師們展現對教學活動的用心與巧思 讓孩子們動手動腦 拉近了家長與幼兒園彼此間的距離 多一點親子的時間 而且其實像我們家的老大已經去上課了 但妹妹其實還沒有接觸到幼兒園 所以帶她來體驗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幼教課程成果發表現場 吸引了不少民眾帶著學齡前的幼兒參加 教育處邀集了15所公立幼兒園 將各式特色學習區課程讓親子體驗 贈送線上報名前200名家長新書外 也在現場發放500份的小禮物給參與的幼兒 我們這本激發創意完美學習 集結了我們歷來優秀的得獎 還有優秀的課程 然後把這些課程發展的過程集結成測 希望能讓外界知道現在基隆 幼教課程的內容跟進步 那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也在仁愛國小的現場 把幼兒園的學習區搬到現場來 讓家長做一個體驗 知道現在幼兒園的課程真的是非常的多樣 以及具有探索跟學習的性質 就是要讓家長放心 幼兒開心 教育處努力營造學前教育環境 執行課程歷程與多元樣貌 5月6號7號將辦理公立幼兒園 及非營利幼兒園登記抽籤 提醒有需求的家長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